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月11号 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我们非常的高兴 我们祝贺 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蔡英文赖清德成为台湾第15届总统副总统 那么呢 他是高票数的当选超过了蔡英文2016年的689万张选票 达到了817万张选票 我在昨天的时候就预测他的票数肯定会超过2016年的 会达到700到800万张 没想到呢 而且突破了800万张 这就说明了台湾的一个民意 选择蔡英文实际上就是对一国党制说不 就是对一九外共识说不 实际上就是对习近平的政策说不 狠狠地打了习近平的脸 说明他的对港对台政策全面的彻底的失败 那我们再看立法院的选举啊 立法院席位113席 那民进党获得了61席 那已经绝大多数的席位已经给占据了 还加上其他的时代力量一些小的绿营的政党 那这个绿营呢 在立法院获得多数的票 获得绝对性的主导权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有可能呢 我认识的游锡坤先生会成为新一届的立法院的院长 在胜选之后 蔡英文总统发表了胜选改言 而且召开了国际记者招待会 这两次的发言呢 他针对两岸关系 他主要说明了两点 第一点呢 他说明了这次选举实际上是对中共的台湾政策的一切强烈的回击 他就说到每次当台湾的民主 台湾的主权受到威胁的时候 台湾人民坚定的不畏惧这些威胁恐吓 做出一个勇敢的回应 每次当中共政权用大的声音来对台湾进行威胁文攻武畏恐吓的时候 那台湾人民用更大的声音来说不 来做出这个回应 这就是什么呢 这次选举完全是对中共两岸政策的一个否定 选出蔡英文实际上就是否定九岸共识 否定一国两制 就是台湾绝对不会变成香港 台湾绝对不会变成一国两制 沿着你统一的道路去行走 这一点呢 这次选举间间决绝地表达了台湾人的意志 第二点呢 蔡英文特别强调 两岸的关系在未来发展呢 要遵守八个字 和平 民主 对等 对话 和平就是不能用暴力 不能你文攻武和 你用武力 你的这个辽宁舰三轮舰不断地环绕台湾 你的两千多枚导弹来对冲台湾 这完全是武力征服啊 武力统一的恐吓 在中共的那些将军们不断地给爆出来 这种是绝对不应该的 要用和平的方式 再一个是民主的方式 蔡英文讲 民主的方式就是忠重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的意志 他们用选票来说 台湾的前途 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用选票来决定 到底是统一 独立 自治 完全是台湾人自己说了算 而不是中国大陆 你说台湾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你不答应 我们用武力来占领 那是完全的不民主 完全的独裁的手段 再一个是对等 对等呢 就是两岸是对等的一个政治实体 两岸是对等的国家 虽然台湾现在国号是中华民国 但是呢 无论你叫台湾国中华民国呢 你都是一个国家 你蔡英文 你习近平实际上是地位平等的 要用对等的思维来思考这两个真实的 真正的 对等的政治实体 那第四点呢 就是对话 必须两岸之间呢 要坐下来谈 而不是兵人相见 或者是互相骂架 那不是一种对话交流的君子的分范 国与国之间要遵守国际的一个秩序 所以蔡英文呢 把这点给讲清楚之后 实际上我们知道她是在向习近平喊话 习近平 你绝对不要搞武力的恐吓 你要用和平的方式 你绝对不要用独裁的思维 你应该用民主的方式来重重台湾人的意志 我们要对话 而不是进行比武 我们是对等的 而不是以大欺小来霸凌台湾 所以呢 她告诉对岸的领导人就是习近平 你要按照台湾的民意来办 这次的选举就是台湾民意最强烈的一个表达 所以呢 习近平通过这次选举呢 实际深深的领教了一下台湾的民意 这个台湾的民意呢 否定了她的 在2019年年初发表的那个讲话 她就说用一国两制来统一台湾 那时候她说的很坚决 但是她的这个台湾政策是彻底的落败 简介着她的这个香港的政策 她要努力的推进送中条例 结果呢 香港爆发了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的反送中运动 所以她的香港政策 台湾政策全面的破产 她如果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领导人的话 习近平应该马上的下台 那我们看到香港啊 在后期呢 区议会的选举 那建制派大败 民主派大赢 那现在台湾的情况也是这样 亲中派大败 像这个韩国瑜大败 那这个国民党大败 那么真正的民主自由派自治派 也就是民进党以及绿营那些小党 他们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而且呢 蔡英文本人和赖清德 蔡莱佩 获得了817万张选票啊 这些都说明了台湾的民意 就是跟你习近平对着干的 习近平 你的所作所为 跟台湾人民跟世界的潮流 完完全全是背刀挨斥的 你从这次大选当中 应该深刻的唏嘘教训 来改选更张 来跟世界的潮流走在一块 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呢 表现却是气急败坏 这个也是在我昨天的视频里所预言的 我昨天的视频呢 一个是预言蔡英文会告评当选 另外我预言呢 习近平肯定会气急败坏 我们看到今天出版的中共的党媒 新华社 环球时报 还有国台办他们的发言呢 就看到他们是非常的脑火 非常的狼狈 气急败坏 国台办发言人就说了 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他们这样搞呢 是完全不顾中国人民的情感 我们坚持久爱共识 一中原则反对台独 这种方式还是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基石 还是老八股 他没有从这次选举当中呢 看出这个事情已经变化了 韩拿着选举之前的思维 就是要用九外共识反对台独 来作为两岸交流的基础 这就是国台办的思维 一点都没改变 另外新华社发表一篇文章 说那蔡英文呢 根据台湾的所谓的民主的方式当选了 实际上他完全是搞一些手段 不择手段的抹黑多方 然后利用美国的力量 然后在台湾的问题上三分点火 然后把这个对手给抹红 采取各种的手段 而且还搞一些这个大量的买票 你就看到全面的把蔡英文给抹黑 所以说你的这个胜利呢 是个虚假的胜利 是一个黑暗势力 在背后操纵的一个胜利 在他们看来呢 这次大选是暗黑势力的操纵 这个暗黑势力呢 感觉到好像是来自于宇宙间的某种势力一样 所以呢 中共七级半坏之后 没办法 就只能说 这次大选呢 肯定是有人操纵了 就像昨天呢 我跟加拿大的一个韩粉还打了足 结果呢 今天蔡英文大赢呢 他这个人呢就消失了 他消失之前他给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是中宣会的负责人呢 给蔡英文灌票了二百多万账 这个完全是一个会选 怎么怎么了 所以他就逃掉了 你就看到他们这些人输不起 一输了之后呢 就有各种的这个理由 那么韩国与国民党大败 实际上就是中共的代理人这些势力大败 那中共呢是气急败坏 然后就想了个办法 作为他们大败的一个借口 说是暗黑势力的操纵 所以搞了一些下三乱的手段等等 那环球时报呢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呢蔡英文你不要冒张狂 意思就是说你虽然赢了 但是你不要张狂 这个你如果张狂下去就会走火入魔 你就会成为一个历史的罪人 而且他说寒流呢是真实存在的 台湾人呢发展民生经济啊 这是最迫切的 而且大陆呢现在振振日上 那台湾加紧跟大陆的这种联系啊 也是应该的再一次肯定了寒流 把这个蔡英文的大赢呢也污蔑了一番 然后说你不要张狂等等 所以从目前中共的媒体来看 他们是一点教训都没有吸取到 他们还是坚持那个老路子 还是在扶持他们的代理人 还是在拼命的抹黑蔡英文 还是在坚持所谓的九外共识 作为两岸谈判的一个基础 实际上这次大选呢彻底的否定了九外共识 也否定了一国两制 当然呢我们看到这次大选的那些极独派 也没有在任何的优势 实际上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什么 反共保台反对一国两制 反对九外共识 这是目前台湾的主流的民意 至于要不要以台湾的民意建立台湾跟恒国呢 那是要根据以后形势的发展才决定的 但是在反共上 在反对一国两制上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呢 对这次选举也是给予热烈的祝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的推特里特别的盛赞 这次的选举 特别的祝贺蔡英文 认为台湾它的民主制度 它的公民社会 它的市场经济 都构成了印太地区最好的一个榜样 是一个良善的力量 而台湾呢它在争取民主的进步 争取国家的繁荣上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典范 美国和台湾还会继续的加强合作 共同的推进自由 所以呢彭佩奥呢 他的这番话对台湾人民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鼓励 还有这个白宫国务院这个助理国务卿呢 负责亚太事务的他也发表演讲 他认为呢台湾呢 它的这次选举胜利表明着民主实践 在亚太地区进一步的升级 所以说这次选举呢本身是民主的胜利 也是台湾这个反对九亿公司 反对一国两制的这些自由民主势力的一个胜利 他标志着我们华人呢也可以沿着民主的道路不断的前进 他也标志着根据民主的机制 真正的自知自觉反对独裁专制的身影 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的一个身影 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这次选举呢也是非常的鼓舞人 我们一方面看到他们在用选举 用用民主用用自由台湾人能做到的 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 因为我们同是华人嘛 但是呢由于独裁专制影响 我们呢现在还暂时享受不到民主 另外我们也看到台湾人他用选票 对国民党对这些蓝营对这些统派说不 说明呢他们就跟香港的这些抗争者一样 对中共政权有了深切的认识 绝对不跟他同流合污 绝对不会赞成一国两制 跟中共政权会划成结线 这个就成为目前台湾社会的一个主体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正是因为绿营成为现在的立法院和政府的主导者 那么我们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实际上也有了很好的一个朋友 很好的支吞道合的 因为民进党他也是打天下 打民主 从这个做监牢啊 街头抗争啊这么过来的 从白色恐怖当中冲过来的 跟中国的这些人权人士 民主人士啊也是非常相似的经历 所以呢他们主导台湾的政治啊 那对我们呢会有一些各方面的帮助 对中国的民主人权会有很大的一些提秀帮助 我相信呢他们也知道 台湾真正的实现自治自由 那是需要大陆地区的民主化 中国的民主化实际上 是真正能够促进整个东亚民主化 东亚地区各个地区的自绝自治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如果中国不民主化的话呢 台湾真正实现独立自由 成为国际社会正式的 真正的法理上的一个成员呢 实际上还是成问题的 中国变成民主国家的那一天 台湾呢就会真正的实现 台湾2300万人 他们要实现的真正的国家的梦想 所以呢推进中国民主化 是台湾的绿营 台湾的民主民进党 台湾的民主力量 也是一个很大的梦想 我相信呢他们会更大程度的来支持 帮助中国的民主化 所以说这个对中国人 广大的民众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音 福音 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事情 表示呢热烈的祝贺 当然呢最不高兴的就是习近平 他等于是删了几个矮光 香港人就给他删了好几个矮光 那么现在呢台湾人 又用选票给他删了几个矮光 所以习近平他在香港 台湾问题上受到了重大的一个挫败 在党内啊他肯定会受到质疑 他的位置会更加的不稳 另外呢美国的斩首行动呢 也让他现在心生恐惧啊 现在四环以内都不让放纷争呢 他把这个泡沫女孩给放出来 实际上就是他担心呢 他会成为美国下一个斩首的对象 成为让领导先走的典范 所以习近平呢 现在也坐在火山口上 他对香港对台湾的政策 马上就应该改悬跟障 应该应着台湾的名义 来重新制定一个 崭新的对港对台政策 或者说跟蔡英文进行真正的和平对话 那才是唯一的出路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 感谢您订阅保胜传媒